謝謝 好 主委想請教一下 昨天有提到說 請你趕快去熱線 下午趕快跟這個 這個 張之君跟主任通個電話 然後看什麼時候可以盡快來啟動 不知道有聯繫上嗎 我們現在我說過 昨天我們已經透過正常的聯繫管道 正在針對這件事情 昨天下午你有沒有跟張之君主任表達 為什麼不願意表達跟他聯繫 因為熱線不是說拿起來就打 這個事情應該蠻緊急的吧 我們前天已經打過了 然後昨天我們的管道都暢通 而且都在做行政的作業 在做準備的 那什麼時候有答覆嗎 譬如說我們要求的第一點 希望他這對這事情要立刻通報 他們今天早上已經通報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事情 通報我是說的是儘快 什麼時候可以出發組團區域 我們也跟他強調這個時間的緊要性 所以他們也在準備當中 昨天他那個鞋當然是歡迎 可是有一些事件要做準備 他說時間不會太久 所以國台辦是冷處理嗎 不是冷處理 我相信他們也很積極的在做 我想這樣一個大的事情 他們也會需要時間 所以昨天同意有持續跟國台辦的聯繫上 昨天我們跟國台辦一直在聯繫當中 所以有聯繫上 當然有聯繫 我當然希望這個週末之前一定要有結果 他什麼時候有沒有 講什麼時候可以給你一個消息 熱線應該要扮演 這是要扮演積極的功能 是 他說時間不會太久 不會太久是多久 我不能替他講出一個時間出來 如果他超過一個合理的時間 我們當然會非常失望 也會跟他抱怨 合理的時間 你認為合理的時間應該是多久 我認為合理的時間是在這個 明天下午以前 下班 明天下午以前應該要給你一個消息 我覺得應該要有 不然你會非常的失望 我會非常失望 那會代表陸委會表示什麼樣的態度嗎 我會覺得很遺憾了 如果他們行政效率這麼差 可以表達強烈一點的遺憾嗎 這個 我是很失望 大家很緊急啦 全台灣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如果連我們去溝通的代表都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這個熱線還有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這個溝通是完全暢通的 然後只是 我想大家也必須體諒 譬如說我們要拿出一個東西來安排 明天下午前好嗎 我希望是明天下午前 不管是您直接溝通 或者是您透過您的幕僚 去跟國台辦的溝通 請 我們會很努力的溝通 好 謝謝 再來請林中森林 是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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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是4月11號才知道啦 是的 一般人4月8號就知道了啦 你負責 兩岸的這些民間交流事務的 你到11號才知道 那我問一下 你知道了之後 到今天為止14號了 這幾天 你有做什麼作為 我們已經四次做過 我們海基 不要到親自跟陳德明會長通過電話 沒有 為什麼不跟他通電話 因為我們正常的聯繫機制非常上通 我們緊急聯繫有聯繫的窗口 如果聯繫機制上通的話 現在會變成這樣嗎 全部都依照原來你們定定的 海翔兩岸共同打擊跟司法互助 完全是照你海基海鞋定定的來辦理的 現在完全不照這套制度在走 完全不照這套制度 身為海基會的董事長 你有沒有跟陳寧會長表達 你對這件事情的關心 表達台灣人民對這件事情的關心 然後我們海基會當然表達這個關心 是你沒有打 你不想打還是 你有打了但對方不接 不是不是 我要跟你說明一下 海基會處理任何業務 我們都是基於政府的授權 我們去處理 那麼這個案 那麼海基會 所以這件事情 政府沒有要求你去打電話 所以你就不打電話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是在政府的授權之下 來應付 所以我們建立機制 那麼這個機制 就是我們海基會 跟大陸的海協會 有一個緊急聯繫的窗口 林董事長 這件事情已經有一個機制在了 而沒有照機制在走 我覺得你應該表達這件事情的關心 包括你也看到了 夏主委很積極的溝通 希望儘快能夠成行這件事情 你應該透過你有影響力嗎 海基會董事長有相關影響力 跟陳德民會長之間溝通的管道 至少你們是一個對話的窗口 應該要表達這件事情的關心 為什麼沒有做 不 我跟你說明一下 我們不但做了 而且去了公文 你有沒有 我們去了公文 我就是代表海基會 海主機的公文就是代表我 那你為什麼不親自打個電話 我跟你說明 你太大的下廚有熱線 我現在跟你說明一下 你為什麼你不打個電話 不是不是 這是你簽訂的 這個是你們簽訂的 我們緊急聯繫窗口 已經去了四次的聯繫 他們已經承諾 會謹速答覆 其實今天會有公文來 今天會有公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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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要他警示回覆 那麼他們有說明說 今天大概會給我們一個回覆 今天要給你一個回覆 什麼樣的回覆 然後我看他公文出來 我們就給我這個警示送回來 按照我們原來的共識的機制 雙方各自帶回來處理 所以你認為今天 那他會有警示回覆我們 我們昨天再催啦 他就警示回覆 今天如果沒有被回覆 我們現在會接到他的公文 你能不能跟陳德民會長通個電話 表達你對這件事情的關心 這個我也可以處理 可不可以今天通個電話 你已經表達態度了兩三天過去了嘛 可不可以給一個 我們緊急聯繫窗口 我講已經四次 做過緊急聯繫窗口啊 我們啟動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我們的窗口 是固定窗口啦 那麼這個特別狀況 民主黨平常你們的交流 你之前去了43趟 到大陸去的交流 這樣的關係 就是這個時候 必須建立起溝通的功能 是 任由海機會的運作 人數的關係沒有用的話 不是 打個電話很困難嗎 不會 任由海機會的運作啊 我們事實上都是在陸委會的 今天如果 海協會沒有給你好的一些答覆 能不能今天跟 我可以 陳臣事長通過電話 我以為貴司司再說一下 可以 今天跟陳臣事長通過電話可以喔 要是他沒有 沒有回覆 有回覆來就回覆來 今天跟陳臣事長通過電話 沒有回覆來 我可以再 跟他這個 聯繫 好我幫你今天的好的消息 好謝謝 好謝謝 只要有回覆了 我們當然就不必再從屋找電話 再來我想要請問一下警政署了 那個黃副署長 這是 委員好 對 這是那個新華社發布的新聞 今天台灣媒體有披露出來的 好 這樣的部分 你的看法怎麼樣 就是打擊詐騙 現在 現在因為資訊通訊跟金樂河流 我的意思說 這個部分他第一批露 我講的是 這些人 這些嫌疑犯 他們被送到了北京去了 這樣的處理方式 戴頭套 然後穿著 然後手銬靠著 這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這個畫面呈現很多意義 這個戴頭套是保障人權 但是這件事 警政署對這件事件 才第一時間之後慘開 我說處理的方式 這樣的處理的方式 手銬 外露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一般台灣現在處理的方式怎麼處理 台灣如果是犯罪嫌疑人 當然也要上銬 要上銬 但是我們是不是會盡量 對 盡量會盡量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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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我們如果在處理這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媒體 會去發布這樣的照片跟新聞嗎 我們現在以偵查不公開 現在法務部都有一定的規定 這兩張照片顯然都是 內部提供的啦 不然不可能掌握到這麼好的一個 一個在機艙內 一個在那個 台灣現在會不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目前不會 這也就是台灣擔心的嘛 在處理事情上面 兩國的國情是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對於 他們的人權 他們現在只是嫌疑犯還不確定 完全的 我們擔心他的人權 所以我就說 這從這件事情上就看得出來 兩國在處理很多事情上面 是不一樣的 這為什麼我們會要求依照 過去的這些處理方式 來 才處理 由 雙方各自引渡回各自的國家來處理 那透過司法互助 相關證據可以互相的方式 我再問一次司法 那個 法務部的 市長 你支持這樣的看法嗎 是 我也是 我相當支持 你相當支持啦 很可惜 你前幾天 法務部的意見裡面 感受 感受不到啦 我覺得你跟 其他部會是不同調的 好 我再來看一下 2月 2011年的時候 菲律賓 台銜潛中案的時候 這個部分 我想那一次當時的行政院長 吳敦也非常的生氣啦 後來也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潛送回台了 也因為這件事情後 後來建立了一些慣例 所以在2013年 下一張 2013年的時候 在柬埔賽的台銜潛台案的時候 雙方 大陸的公安單位跟我們的 這個合作共同偵辦 雙方各自引渡回到各自的處理 這件事情就建立很好的模式 就依這樣來走 以這樣來進行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模式 我想問一下 這個 但是這一次的 肯亞案 肯亞的這個案件 就不一樣了 我想問一下這個 警政署 2014年的11月30日 雙方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做共同打擊犯罪 有沒有相關的聯繫 有沒有相關聯繫 之前都有 之前 那個大陸的公安 跟台灣的警察局 都有一些合作的機制 打擊犯罪 所以都沒有問題 這次的肯亞的部分 有沒有 有沒有通報 我們有要求 但是 要求他們提供一些案情 但是他們沒有 回覆給我們 為什麼沒有 之前依照這樣的做法 不是都 都會 事前 大家有一個合作的 打擊犯罪的機制嗎 是 一般 如果我們 台灣這邊 我們是 有一些 被害人的話 我們當然 OK 我問一下 是不是從2014年的 10月30就沒有 沒有 現在我們有一些案件 還是有 那 這件案件有沒有 這件案件沒有 為什麼這件案件沒有 可能我們這邊 沒有 沒有一些 線索 沒有一些被害人 這樣有沒有疏忽 為什麼讓這件事情 發展成這個樣子 照之前的經驗的話 如果雙方 大家有 或者是 為什麼這一次的 整個大陸的相關部門 沒有 智慧台灣這邊 來做一個處理 對 我們也是覺得 很奇怪 這個案 這個可不可以去做一個檢討 去瞭解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沒有照過去的 兩岸雙方的一些慣例的方式來處理 事實上 我們這個案子發生 我們 前前後 包括我們局長 他雖然在國外 但都是有跟 大陸的 公安部的 港澳台主任 都有聯繫 我們窗口聯繫 每天都來聯繫 我知道 我是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 公安部門在跟你們之間 沒有在事前的時候做 相關的一些 共同打擊犯罪的溝通 這一部分也是 我們感覺非常遺憾 也是百思不解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的聯繫研究 所以你們也不了解原因 那其他的案件有這樣的問題嗎 當然目前 因為我們 台灣 台灣的旋律案 也是轉到國外去 當然我們外交上 比較困難 所以有一些信息 我們掌握不是那麼好 這個請回去檢討好不好 也請內政部這邊來協助 能夠跟跨部會協助 協助來檢討 看怎麼樣來 來進行 再來我還是要講一下 法務部這邊 為什麼法務部 我看到今天這個 戴東利副司長也在這裡 法務部在昨天還發出來的新聞稿 還在談到說 這個到目前為止 散開犯 犯罪的被害人跟市政 都還在中國大陸地區 後面還提到了 這個 物流於民粹 我想請問一下 鄭次郎或者是 副司長 你們的態度還是這樣子嗎 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在談論是民粹嗎 這一個新聞發布有另外一位 我們的發言人 這一個新聞稿 我剛剛才我們的副司長 我看到戴東利副司長 是署名是相關的聯絡人啊 副司長你有看到這篇新聞稿嗎 這個新聞稿 原來不是這樣子寫的 這個新聞稿 誰改的 誰把改是這樣 陳次長 蛤 陳次長 陳明堂陳次長 我們另外一位次長 次長改的 這個部分要經過誰的同意才能夠出去 市長啊 所以部長是支持這樣的看法嗎 昨天部長好像 所以原先你的寫法不是這樣子的 我昨天整篇全部在寫 台灣有管轄權 我把判決寫了很多放在裡面 最高法院目前的實務見解 就是我們 對於這樣子的案子 我們是有管轄權的 所以顯然出了很大的問題嘛 就基層跟整個實務上的見解 大家認為台灣是有管轄權的 可是到了 比較高層的部分 到羅部長的見解 所以大家才在擔憂嘛 是不是有政治力的介入 這件事情是不是 馬總統 或者是羅部長 他本身已經有了 想法在了 所以 只是下面的要求做處理 是這樣子喔 委員 我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呢 對於這個 因為是詐欺的案子呢 有不同的意見 有的人有被騙過 所以他們就主張說 這些人不要讓他回台灣 我知道 但是沒有人 沒有人會對自己的國人 自斷手腳 沒有人會自我來 棄手自己國人的利益 你如果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連自己都先棄手了 法務的 法務部都先棄手了 國家都先棄手了 他們的人權更不會受到 我們沒有棄手 所以昨天在新聞稿裡面 特別有強調 我們有管轄權 而且我們從來沒有放棄我們的 所以市長 你支持這樣的審法嗎 什麼叫做流於民粹 現在要什麼樣的民粹嗎 我們實在維護國人的權益 哪裡民粹 我剛才才看到這個新聞稿 我認為新聞稿 應該要比較理性 不要流於任何的情緒上話語 所以這樣的新聞稿是不是要做檢討 所以這個新聞稿 我回去會跟陳市長 再溝通一下 因為我們 部裡面有一個 這個所謂分工 所以他新聞發布是由他負責 所以他們你的 這個新聞稿 是給陳市長覺醒的 所以我不太 今天 請回去檢討 我覺得這個新聞稿這樣是非常有問題 一個政府部門 法律部門 講出什麼所謂的民粹 那現在本席在那邊質疑算不算民粹 不會的 不會民粹的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是要大力的檢討 是 最後再利用最後一點時間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跟司法互助條例 寫得非常清楚 司法互助 雙方可以各自帶回來偵辦 這也是現在政府的態度 我希望 政府現在的態度是一致的 我希望主委 回去跟所有的各部門再次確認 昨天也提過 步調要一致 不要多套馬車 不要 整個方向是混亂的 我希望這個部分是一致的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的抗議 也就是他們違反了這一點共識 那另外 最後再請教一下 那主委 什麼時候可以安排家屬去探視 這也是我們的 司法互助裡面的一個部分 這是很基本的權益 是我了解 我們正在也 替他們替家屬正在爭取 什麼時候可以有消息 報委員 我實在很難給一個 可不可以也是一樣 明天下午之前好嗎 我們希望他們答覆的時候 能夠把這些相關的問題都能夠答覆在裡面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也去爭取這個權益 主委 我還是覺得這個時候其實就是熱線的功能 我還希望你 這時候如果你再不跟 張主委熱線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熱線 到目前我們同仁的溝通管道暢通 而且他們也知道我們對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們也都在加緊的在工作 好 主委加油了 是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徐政委委員 主席長 麻煩請我們下主委 委員長 主委長 在剛才我們的這個陸委會的報告裡面 這個本席想 這幾天 這個大家真的辛苦了 尤其在各部會 肩負了這麼大的使命 這麼多的人都在對岸 然後各部會也都在關心 另外 這個 這個我們所有的媒體 以及我們的 非常多的委員 都在這個 嚴重的關心 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裡 剛才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也寫出了 我們的法務部刑事局 還有這個陸委會海基會 大家都以共同一致的立場 對於國家的主權 還有我們司法管轄權的部分 都非常的堅持 在這裡 這個 本席也希望我們就堅持下去 那這個 因為這個有力在先了 那這個 之前都可以處理的很完備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不行 剛才也有說過這個原因了 那有一個就是 為什麼陸方沒有通知 沒有知會 我方的部分 這個癥結點 可能也要主委這邊 多加的這個理解 那這個既然 都已經有一定的常態 這個模式了 而且這個未來 可能兩安三地 都會發生不斷的 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常態性的處理 可能在 這個陸陸續續的 這個接觸當中 可能我們要有一個一定的模式 是 謝謝主委 辛苦了 辛苦 謝謝 可以請回座 那請我 主席可不可以請我們警政署 來來來 警政署 委員好 署長好 副署長 副署長好 黃副署長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 跨國電信的詐騙案 我們現在已經兩會 這個很多的委員會 都在提出了 那 本席想如果這個我們 現在 跳脫 我們回來把它放下來 因為這個義憤填膺的 這個氛圍一直在這裡 不過在激情過後 本席還是 我們換個角度 來看看我們自己國內好嗎 請問我們對國內的 詐欺案件 每一年發生的 這個數量 您大概有掌握嗎 我 因為詐騙案件 危害人民 很大 我們的查後數 都比以前增加 我們盡全力的在降低這些 這些案件的發生 副署長您看 我們從89年有件發生 而且這只是 我們現在有報案的 沒有報案的黑數 可能在這個的倍數 十倍二十倍 甚至百倍之上 那在我們165的專線系統從93年開始到現在 這個我們這裡 這是我們這個部裡的統計 大概有632萬餘通 165的詐騙 反詐騙的這個專線進來 一年我們大概平均有6萬通 請問在這個部分 在我們預防反詐騙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金額已經這麼多了 那這幾年我們這樣子推動以後 您有沒有一些時機 或者是因應現在世界的這個 詐騙的手法不斷的這個變動 我們這幾年警察局或者我們的警政署 有針對這個多變的詐騙的手法 給予我們國人的宣導 另外是給予我們更多的高風險 被詐騙的族群老人的部分 有沒有到部落或偏鄉 或者其他地方去做宣導 我們這個在宣導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警察是花了很多時間在做 包括我們派出所同仁 到有一些比較容易所謂高危險群 做一個交互的宣導 當然這一部分還是不夠 那當然我們利用我們的網路 利用我們的 包括我們警政署的所建制的 包括我們各社團的一個宣導 我們一直在做 那當然也沒有辦法全部讓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 犯罪手法他們也是一直在精進 是 我們現在手機啊 LINE啊 族群啊 很多的粉絲團 或很多的手法 其實都造成這個 這個 被詐騙的金額越來越大 而且是跨國性的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拜託我們的 這個警政署多家的研議 還有我們警政署內部的我們警察同仁 在這個部分 網路的犯罪的 詐騙的手法的部分 可能大家要精進一下 如何去防預防和防備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資通信方面的詐欺案進展 事實上是我們最困擾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研究怎麼來處理 是 是 好 謝謝 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事實上這一部分雖然很困難 但是我們盡了全力 那事實上績效也 也都有進展 那我們有進展他就在進步 我們再想出更好的方法 所以現在其他各國都還要來跟我們學習說 如果防制詐騙 但是這個詐騙他會一直存在 我們還會有各種方法去處理 其實長期這個全國的警力不足 我們的警察同仁都還要到部落去 跟老人家做反詐騙的這個宣導 其實還真的蠻辛苦 不過真的是這個 曾經有這個著述 還是要拜託 因為這個詐騙的籌法日新月異 而且不斷的在精進在求變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這邊的提高我們自己的真能的部分 也要拜託我們這個署裡多家的研究 那另外 謝謝 謝謝請回座 可不可以請我們的法務部 出席 委員好 部長好 我們的這個 司長 司長 我們看這個表格 法律侵判的這個習慣 其實在我們這個 這個已經國際犯罪這麼多年了 然後那個這個 這個押回來這個台灣以後 其實到法庭以後 真的他的 他的 行度非常非常的低 我們看喔 在這個 這個2011年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逮貨嫌犯啊 472人 遣返身壓 167 結果呢 把這個 犯案罪行叫中的23人 好23人在這個 這個法院 結果判刑呢 只有一個人 而且有其 有其徒刑 其他的緩刑 嚴謹喔 這個 信心的打擊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在這裡啊 粉絲想請教一下喔 以目前 中國大陸來說喔 我們轉下一頁好嗎 以目前中國大陸來說 這個 中國 我們詐騙的金額 如果達20萬人民幣 20萬人民幣大概是 100萬 一百萬 對以這樣子 以這樣子的 這個法度來說 那台灣 最高只是 五年以下 而且是還可以緩刑 一顆罰金 在這個部分 我們法務部 是不是 可以對 我們這個 法度的部分 做一個 檢討 是 大陸之間 真的是差距很大 所以大陸 刑期甚至於到無期徒刑的 是 我們如果從整個刑法體系 可能認為說會失調平衡 也就是罪行失衡 但是我也必須要在這裡坦白承認 說因為我們的刑度規定 在 詐欺罪 給他弄五年以下 其實 法院一向重慶 所以就變成犯罪 詐騙犯罪 天堂 那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三百四十幾條之三 三三九之四 如果他是一個三痕結活的話 他是七年以下 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不過認為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 是不足以嚇阻 像類似 這樣子的類型的電信犯罪 欺害我們老百姓 讓人家跳樓跳樓 我們可以研議 看看刑法 是不是能夠修正 加重刑法來 嚇阻 但我們再評估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效果 因為他全球的詐騙的金額 實在是太大了 那我們的刑期 以及一顆罰金 又這麼的低 我們這個 這個請 請再下一頁好嗎 好 這個我想 本席想 我們這兩天啊 大概都收到很多這個 賴賴的族群 不曉得這個我們的 法務部的官員 您有收到嗎 我們也有收到 這個對 這個是詐騙產業公會的感謝函 而且呢 他幾幾乎 他現在這個 感謝喔 上次總統 下次我們的 所有的委員 以及我們的官員 不斷的努力 受到的苛責 真的辛苦了 然後再 再更再再 謝謝我們的媒體記者先生女士 不斷的在這幾天喔 一直在 在做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為了捍衛 好 捍衛我們的主權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在下面 再看看喔 他這個 他們這個 本位同仁 晶晶夜夜 為國爭光 為台灣爭光 這個光啊 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喔 去年他們就高達了1100億 當然這個數字我們不曉得了 不過這個威猛之勢啊 這個已經這個 讓洪海和台積電 還有宏達電這些企業漢炎 其實我們看到這 這一則賴子族群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諷刺 所以在這裡真的 還是要拜託我們法務部 在我們的刑責的部分 罰度的部分 或者是設專法的部分 否則這個 這個 國際的詐騙 尤其是 在這個 抓這個 兩岸 這麼尷尬 齁 這個錯綜複雜 抓這個 防護傘 或者說 抓這個 模糊空間 讓外地人再 這個受害 或跳樓 您剛剛講的跳樓自殺 讓整個家庭都崩解 這個實在是危害太嚴重了 尤其這個 以這個 我們台灣成為詐騙的輸出國 這個好像不太榮耀的事情 台灣有太多美好的事情了 台灣的薩克斯風全國 這個國際冠軍 這個我們台灣啊 這個這麼多的港口 花蓮港是 去年 英國雜誌評論是 這個非常好的旅遊 旅遊港口 全台灣只有 只有花蓮港 還有我們的食材的進出口啊 在亞洲啊 花蓮也是第一 全世界 僅次於義大利地 所以在這裡 台灣有相當相當多的 這個 讚賞在 榮耀國際 但是我們千千萬萬不要讓這個 詐騙輸出國成為台灣 台灣不曉得是 是臭名還是美名好嗎 好謝謝 謝謝我們的這個 那請我們的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我們的政賜 委員 委員你好 謝謝啊 真次辛苦 這裡啊 這個本席上 我們這個犯罪 已經喔 無國界了 我們真的要這個 防圍杜漸 所以在這裡啊 我們2015年 這個 這個全國啊 全台的這個 金額是33.8億喔 所以不斷 那在這裡喔 真的本席還是要強調 好 在人權還有我們的社會安全的部分 他的均衡平衡 會是在哪裡 未來我們內政部這邊 可能要請我們的政事 還有部裡面多多的這個 大家一起共同的來努力 是 我想在國內的 這個都是在國內 國內的一般來講沒問題 的確啊 我們還是會持續喔 剛剛我們副書王已經有 講得非常清楚 是啊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大家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陸委會下主委 法務部林次長 兩位早 辛苦了 下主委我先請教一下 你應該有看到 國台辦昨天開的記者會嗎 電信詐騙案 團夥 屢境不絕 受害群眾合法權益無法保障 大陸民眾極其不滿 強烈要求打擊追回他們的血汗錢 那所以他說呢 這些在境外放法 受害人都是大陸人 有關國家與大陸 是建交國家 大陸當然有司法管轄權 你對這個看法如何 第一個這個他們的這個受害的這個被騙的民眾 的確是數字增加 他連跟我講 我說你們自己講 不要由我來講 所以他們講的算蠻多的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這個有管轄權 我想根據在這個國際的這個行事管轄權的法律方面 這個我們其實是基於國際原則 我們有管轄權 大陸是基於結果地的原則 他們當然也有 這是一個管轄權的 所以我們現在陸委會的原則 還是希望就是2011年定下來的原則 我們希望按照這個原則來處理 依照原來這個原則繼續進行嗎 對不對 是的 好 那夏主委你請先休息 我請教這個法務部林次長 是 林次長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 特別是法務部最近的發言 我們來討論一下 請您先看下面這一頁 我想你先跟大家釐清幾個觀念 什麼叫做引渡 引渡把人犯 引回去嘛 對不對 那在肯亞這個案件這個沒有嗎 他不是用 他不是用的 沒有 什麼叫錢犯 錢犯就是沒有引渡條約之下 把人 弄回去 就是用七族出境的方式 那錢犯哪裡 錢犯就是錢犯他從哪裡來 原來的國家 對對對 錢犯從哪裡來 錢犯回到哪裡去 好 那什麼叫屬人主義 屬人主義就是 我們講的就是國籍的主義 就是這個 這個人是哪一個國籍 就是怎麼處理嘛 對不對 好 什麼叫屬地主義 屬地就是以犯罪地為標準 屬地主義裡面還有兩個 兩個概念 對不對 一個積極一個消極 就是加害人 跟被害人 一個是犯罪發生的地點 一個是犯罪結果地嘛 沒有錯吧 來來來 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你剛才講的就是這樣 來再下一頁 那其實現在唯一有爭議的是所謂的屬地主義 就是說犯罪行為發生地 還有或是犯罪行為的結果地嘛 沒有錯吧 那犯罪行為發生地應該在坑亞嘛 坑亞 那坑亞也出力 犯罪的行為結果地 就是說他大陸也被害 就是這樣 就是他自己講的 就是大陸宣稱的所有的受害人 都是大陸人 所以應該在中國處理 這個就是他們的主張 他們主張管轄權 唯一的理由嘛 對不對 那我請問喔 這件案子我們法務部的立場 我們法務部知不知道 所有的受害人都是中國人 沒有台灣人 我們現在還不敢確定 還在跟他爭執 所以我們才主張國際主義 沒有錯 所以我們還沒有確定過 是不是全部都是中國人受害嘛 現在案情還不明 那有沒有看過任何的證據 沒有 到現在還不太了解 所以大陸的主張說 中國的主張說 他們要屬地主義 就是因為犯罪結果地 所以他們有管轄權 這個我們法務部應該持保留的態度 我們持保留的態度 我們還是主張 剛才所講屬人主義 我們認為是依照國際 就是屬人主義嘛 沒有錯吧 這是法務部的 我們的立場 你們的立場好確定喔 是 因為你的屬長 跟你的副屬長說的都不是這樣 我在這裡表示 你代表法務部確定這個立場 好 所以我們確定 陸委會的立場很清楚 就是2011年所定下來的 這個各自處理 那 法務部的立場也很清楚 就是屬人主義 而不是屬地主義 沒有錯吧 對 好來我們來看下面 來我先 這個先等一下齁 我先問一下齁 市長我們剛剛所說明 你回答的重點 你回答其他委員 告訴我們說 你們法務部經常在開 有時候是經常性 有時候非經常性 我請教你 2月16日的這個會議 是經常性的會議 還是非經常性的會議 這個會議喔 是由國兩師自己主辦 其實我沒有參與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請他們 國兩師他們有 這個背景 詳細說明 來 市長不要緊 我們好好討論 好 2月16日這個會議 是定期會議 還不定期會議 這個是定期會議 他就說不是定期會議 不是定期會議嘛 所以是 依照特定主題所開的會議 對不對 是這樣的 對 依照特定主題所開的會議 而且是跨部會議 沒有錯吧 跨部會議 對不對 你們邀請的對象 包括外交部 包括陸委會 包括警政署 包括移民署 包括高檢署 包括法務部 自己部內的檢察室跟 沒有錯吧 對 沒有錯 這個會議由誰主持 那個好像是 由陳市長主持 沒有錯吧 陳市長主持一個跨部會的會議 老實說 我做政務官的經驗 跨部會議不會由一個市長主持 對 通常至少都次長 那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來 那這個會議的主題叫做 什麼 叫做研究 這個 來 這個我都有會議記錄 來 考量是否可以有效制裁犯罪 如果無法掌握境外證據的情況下 即將國人交涉回來 最後恐因證據不足 無法將之神之以法 所以 未來我們是不是採屬地主義 即便利管轄主義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主題 這一次會議 第一個我們剛確定了 是不定期會議 第二個是一個有主題的會議 這個主題就是討論 未來是不是走向 所謂的屬地主義 或是便利管轄主義 是不是這樣 這個會議是這樣 我不太了解這個 來不太了解 請副市長 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說 我剛才拿到這個會議結論 他雖然前面有委員所提的這個東西 把他解釋說 我知道 我都有看到 但是他後面有講說 若個案有特殊性 我們在個別商店 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會議的內容 我請副市長 來副市長我先請教 2月16這個會議你有沒有開 你有沒有參加 有參加 那所以這個會 我剛才講的沒有錯 它不是定期會議 它是針對這個特定主題討論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你們在討論 未來是不是要採屬地主義 或是採這個便利主義嗎 沒有錯吧 那為什麼忽然提出這個案子 是這樣子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人回來台灣之後呢 因為他的犯罪行為地結果地都在 這個人指的是誰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菲律賓的那一個人 菲律賓的案件嘛 對有一個單一的人 所以這是依照特定案件 所以才開了這個會嗎 對對對 那之前沒有嗎 沒有 之前沒有 沒有開過會啦 也沒有這樣子的案子 之前有這樣的案例 也沒有啊 就是單一的一個個案 然後他被大陸發布紅色通緝令 然後在第三地被抓到的時候呢 所以其實如果看起來齁 你們是因為大陸發布了紅色通緝令 然後這個人回來以後 你們為了這件事情 開了這個研討會嘛 沒有錯 那研討會最後的結果是沒有結果 我們未來在四個案決定 對不對 來來來來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後來 包括你 包括你們陳司長 在肯亞事件在國內爆發以後 你們第一個回應說 因為有屬地主義 所以大陸有管下去 沒有錯 委員這個要澄清喔 來來來 四月八號那一天 我們知道這事情了 之後馬上就跟公安部聯絡 說你們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你們四月八號知道這件事情 對 其實你們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不知道 四月八號中午 你們事前就知道有這個案子 那個時候是說 你們昨天陳市長在這裡回答說 這個案子你們早就知道了 這個不是今年的事情 那四月五號才判的嘛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們四月八號接獲通知 四月八號接獲通知啊 那四月八號你們的處理 你們的處理是怎麼樣 對 我們就打電話給大陸的公安部 告訴他 就是我們的聯繫窗口 告訴他說 這個案子怎麼沒有通知我們 然後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們說 就是他違反了我們2011年定下的原則 沒有事先事中事後通知對方 沒有錯吧 大陸怎麼回應你 那他就說他不清楚狀況 他不清楚狀況 對 那所以你們 包括你個人 包括陳市長 你們曾經在媒體上 說過說 因為有屬地主義 所以中國確實對這件事情 也有管轄權 沒有錯吧 對 那是事後 這幾天在開記者會 記者有問我們說 那大陸有沒有管轄權 他們為什麼可以把人帶走 所以我們就回答 這樣子法律上的意見 對 市長 所以我理清一下 這件證實說 這個會議 包括未來採屬地主義 跟未來採所謂便利管轄主義 這個不是法務部的政策吧 這個不是法務部的政策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們的訊 對對對 所以我剛才一直表達法務部的立場 市長 真的就是我們採跟 副委會一樣的態度 我告訴你 我們聽到的訊息是這樣 我們聽到的訊息是這樣 這件事情就是因為大陸有發布 紅色通緝令 然後政府的高層以後決定說 那未來就叫法務部 以屬地主義跟便利管轄主義 有沒有這回事 我個人沒有得到任何 你不知道嗎 沒有 那有沒有這回事你知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沒有這回事啊 有沒有高層或是高層相關的人事指示 沒有 沒有 你確定沒有 我確定沒有 所以我沒有參與這個 應該 你都沒有 政策 政策的話應該要 這個會 我沒有參加 我今天才看到這個結論的 現在這個會 為什麼法務部忽然提出來這個會 為什麼提出這個主題在討論 那為什麼三月羅英雪去中國 然後四月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的資訊是 有某位親近馬英九的人士 做了這樣的主張 於是馬英九下令給羅英雪 於是 所謂你們的國兩師開了這個會議 國兩師開了這個會議 本來是要討論 但是外交部也好 陸委會也好 都有強烈的意見 所以當先沒有做這個決議 是吧 有沒有這個 我沒有這個信息 我不是沒有信息 來 部長 次長我其實要請問你的是 如果這個不是高層的決議 請問你 為什麼法務部忽然之間 在二月十六開這個會 那以後 來我再問 以後會不會繼續開 針對這個議題要不要繼續討論 我想 現在我們有太多太多的犯罪 在境外犯罪嘛 那中國都主張他們有管轄權 那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的會議會不會繼續開下去 我在這裡先聲明喔 法務部的立場 就是我 你剛才說一下 屬人主義 對不對 這是法務部的立場 所以這個議題 有關未來要不要走向屬立主義 或是 法院便利主義 這個法務部會不會繼續開這個會 那 應該 我在我任內裡面 我相信 我不會叫我主持這個 如果主持這個會議的時候 我的定調 就是處於這個 這個我們本來的立場就是這樣 我其實只要這個回答 法務部未來不會再針對這個處理再開會 因為這個是你們受到指示以後開會的 你們真正要解決問題 真正要解決問題是下面 是我剛才提到的 真正要解決問題 其實是我們現在刑法上的問題 還有刑法349條沒有辦法有效組織 有效處理 那這個有沒有集團犯罪的問題 這個其實我在去年 不是在去年 我在上一屆就提出修正案 你們連理都不理 你們連理都不理 所以真正要解決問題是這樣 不是透過中國來主張屬地主義 或者是主張這個法律便利主義 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 聽說是馬英九 他的友好人士姓陳 馬英九的友好人士姓陳 交代法務部這麼做了 請你們講清楚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 這個我越聽越糊塗 因為昨天黃委員說有這個案 昨天也說有這個案 這個過程第一個也沒有交代 那第二個早上莊瑞雄問的時候 問說你們開這個會到底是 從何而來 是不是菲律賓的個案 你們說不是 那現在又說是 那到底 2月16號的會議 到底是從何而來開呢 你現在要答覆又說 那主席對不起 補充一下 是不是能夠請法務部提供 他們這個什麼時候發出開會通知 什麼時候發出開會通知 那也讓我們知道一下 保護部是誰簽訂說 是誰批准說開這個會 是啊 那現在說是因為菲律賓的個案 召開這個會 那到底這個會到底是 為什麼召開呢 我是不是可以 對 我是不是可以請 這一個陸委會跟刑事警察局 把開會通知 2月16號 當時 這個保護部啊 召開這個會議的開會通知 寄到你們 這一個相關單位邀集開會的開會通知 是不是可以 提供 提供 現在馬上提供 還有保護部也順便提供 那你們為什麼知道這個會 那內部一定有公文簽程嘛 對不對 上面是批 像李俊宇講 奉什麼什麼指示 開什麼什麼會 把內部的公文是不是也提供給我們委員會 不然你 你從昨天講到今天 沒有一次 沒有說法這樣 這個 沒有一次兜得龍的啦 說法變來變去 從昨天 黃國昌委員到 莊瑞雄到李俊宇委員 為什麼召開這個會議 現在都搞不清楚 那是不是可以提供相關資料 來來來你上台講 上台講 主席不好意思 我確認一下 我們剛剛要求提供 總共有三項東西 第一個是法務部的內部簽程 什麼時候批准 然後用什麼理由要開這個會 第二個 就是法務部什麼時候發出開廢通知 第三個 有接受邀請的 包括外交部 包括陸委會 包括刑事警察局 還有警政署 他們什麼時候收到這個開會通知 是不是這樣 好 謝謝 這個要麻煩我們行政部門能夠提供 好不好 要不然這樣 多次浪費大家時間 說法變來變去 這個一日三次 A問答B B問答C 這樣問來問去 也不曉得結果到底是什麼 好 接下來 黃偉哲委員 等一下 感謝你 黃偉哲 來 主席各位同仁 陸委會下主委 以及內政部 陳次長 法務部 林次長 以及外交部 侯次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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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稱呼 不要急 那個 現在我是不是可以請 那個刑事局 黃副局長 跟那個 外交部 侯次長 好 好不好 副局長 你好 我想 我先請 林副局長 好 來 副局長 那個剛剛大家注意的 這個2月16號的會 我想先也詢問一下各位在座的各位長官 有沒有人那天出席那個會 這部分我沒有 不知道 我現在要調資料 是 我沒有參加 我們是由國際科參加的 沒有國際科參加的 好啦 那回來就沒有匯報啊 沒有把那個會議結論匯報 因為其實刑事局在那天也提了一個 提了一個很重要的意見啊 所以因為中國 中國在從去年的11月1號 到今年的4月30號 有所謂的加強追氣 所謂的電信炸氣的 所謂紅色追氣令 那是刑事局提出的 你們知不知道這回事啊 我知道那個紅色 什麼叫紅色追氣令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們是透過國際刑事組織發布的 那國際刑事組織發布的點是在 透過日本這個點啊 來發布 透過日本的點 重大的一些案件 這是從紅色追氣令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因為國際刑事組織裡面 這會員國啊 他們有時候要追擊一些 重要的案件啊 逃犯啊 他們透過這個來發布 所以就是說要求全球的氣拿 就是抓到了這一類的 所以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國家特別重視的 所以抓到這一類的 希望能送到我們這邊來 希望能夠通知 那至於怎麼來處理 那另外一回事 能夠通知 至於怎麼處理再另外一回事 那可是刑事局的那個意見是說 因為有這樣子的 所以說我們就要特別做 所以我現在試圖的懷疑說 2月16號你們 這是到底是什麼原因 由法務部召集 尤其這是跨部會的 跨部會絕對不是 絕對不會是一個司長 說打電話 你來開會 司長也不可能發出這樣的 開會通知 一定是次長級以上 剛剛林次長也證實 好你去 你去聯絡一下你們國際科的 哪一位科長 我們科長也跟 局長到新加坡還有印尼去 因公有請假 那我倒覺得說 情勢局應該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好謝謝 那我們想請外交部 侯次啊 侯次你們自己外交部的那個時候的立場 有沒有去開那個會啊 我們是這個開會通知是由條法師的科長去開會 呃 也是條法師的科長 回來有沒有告訴各位 相關負責的長官 然後外交部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 後來是根據那個會議紀錄 根據會議紀錄有 有成月 有成月 然後你們 其實這個事情在2014年的年底就發生了吧 是不是 還是2015年的1月就發生了 就以這次肯亞案來講 這個案子來講 是哪個案 肯亞的這次幾個台灣人 肯亞的案子是103年11月30日發生 2014年年底的嘛 對 所以我總覺得其實這部分外交部應該 在那個時候就知道有一些台灣人設到 牽涉到一些案子 那有些人被拘捕了 那那個時候 外交部都沒有 這一年多以來 我覺得其實讓我們覺得其實 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很辛苦 追著飛機跑 還要在機場去堵人 甚至跑到我們駐南非代表 還要到這個警察局 這邊等著說要趕快去堵 因為第一批已經被遣送回去 大家更緊張了 可是問題是 大家在忙著在搶救 把那些人要求 引渡回來台灣也好 或是名詞這樣引渡也好 或是把他們帶回台灣來受審 也好 大家在忙著這個時候 你們真的有沒有 第一線的人有沒有接到 說來自法務部的一些法律見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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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所謂說 誰在 在帶人 想要帶我們台灣的一些嫌犯也好 或是台灣的無辜的人也好 想帶回我們台灣的國民 然後有另外一個部會 是在想說 這個東西根據什麼呢 我們是不移的 有沒有這回事 這我們不知道 我們外交部的立場 是在一定要保護 里外國人的安全跟他的權益 所以我們會從盡所有的辦法去達到這個目的 那後來拿到法院的禁制令之後 這個他們的機場的相關的人員跟警察 是不管那個禁制令 那個情形大概是怎麼樣的 他不受理 就是他在那邊阻擋 他一直偷演 然後等到飛機起飛那裡也沒辦法了 然後接下來要採取什麼樣的法律輸送 後來我們有提告 不是我們 就是那個我們有協同這個當事人的律師 去提告這個肯亞包括內政部長警察局長 就是他們違法把我們的國人這個拘留 那另外呢就是昨天 昨天13號我們大使也到外交部去提出抗議 然後也透過國際特色組織要要求這個 初步肯亞方面的回應是如何 現在當然這個抗議才提出來啦 還沒有正式回應啦 那當然昨天他們外長 訴訟也剛提出來嘛 對對對 好 我希望這部分外交部能夠再繼續的追蹤這事 會繼續追蹤 現在可不可以請夏主委 汪元總 主委你早 簡單的請問一下 這個問題 簡單請問 現在最新的 因為你們昨天的報告說 跟中國國台辦他們的講法是不一樣 你講說這幾年從98年到104年 因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所以這些受害的金額 跟受害的件數 是在遞檢中 結果這國台辦的講法是說 金額你們是講從多少億啦 一百零幾億啦 變成90幾億 我想說遞檢是指我們國內的 講的是國內 我們講的那個遞檢的尤其是我們常常 國內的受害是減少的 國內的案件減少數額減少 對 那反而是印證了 國台辦的講法說 中國那邊的這個案件是增加的 金額是增加的 我沒有看到他們拿出證據來 這是我也跟他們講 他們必須要拿出東西來 所以說你們要求他們拿 他們願不願意提供 因為他們 不管是發言人也好 或者說他們的記者 他們的媒體也好 就不斷的灌輸 在他們的這個新聞節目裡面播放說 有多少這個中國的人受害 然後中國大陸那邊有多少人受害 然後如何如何 都是台灣人造成我們的 這是他們說的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要主團去那邊 要求要去看一些證據 你們是要去看檢視那個證據 還是要去觀 都有 都有 而且也要希望找這個機會 能夠大家一起來商量 以後的類似案件 他們要求 他們如果 他們主要回想說 如果是你要來溝通這些東西 要檢視這個 要了解未來說 將來發生這個事情 兩岸怎麼溝通 我們歡迎 可是要讓你們等等 這個暫時 現在不方便 要讓你們等等 相信不會太久 很快就可以 那可是如果你們要探視這個 這個 犯罪嫌疑的話 是不方便的 如果家屬要探視的話 是我們可以溝通安排的 是不是這樣子 大致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相信很多事情 我們必須要當面見了面 來當面協調 要看證物 或者要探視我們這個國人 可是在一種狀況下 他們認為說 暫時現在不方便 你是認為我們 最近最近就想去 有沒有可能說 在這個他們不接待 他們也沒有這個 這個許可 或是沒有那樣 那憑我們 我們陸委會的一些同仁 就可以這樣去嗎 不會這樣做 不會這樣做事情的 不會這樣做事情 所以一定是溝通 一定是雙方要有這個 約定好之後 再再談過去 那所以求在他們那邊 基本上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回應 譬如說有關 我們提出的這個訴求裡面 第一項有關的通報 他們今天早上已經先用電話 等一下會用文書通報 這三七個人已經抵達了這個 到了北京 這是完備一個程序 在什麼地方了 完備一個程序 就是完備一個程序而已 可是事實上 對我們大家都已經知道 他們已經抓了 看他們的新聞節目就知道了 可是我們還是要按照這個程序 必須要有一個正式的通報程序 那接著我們後面的這個探視什麼 我們都會來要求 好 那你就慢慢跟他走程序 走程序可能這兩三天內走不完 兩三個禮拜也不見得走得完 我們不斷地在跟他們提出要求 所以樂觀的估計 是兩三天內希望能成行 悲觀的估計 或是不那麼樂觀的估計 可能兩三個禮拜也去不了 是不是這樣說的 我想我們在現在還是不必 往悲觀的方向想 可是有什麼樂觀的理由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至少開始溝通 他們也開始動了 好 我覺得其實因為大家都在等 在等說我們的人先去 還是海外有什麼人先回來 但是想問一下 您剛剛有提到說 過去兩岸共打的這個協議裡頭 因為說過去大家今天協議 我們這個案子 發生了人各自帶回 有沒有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是一個默契 還是不成文呢 還是你如果大家都不寫去 具體的文字沒有明文 但是事實上大家都理解 還是經過會議有結論 還是有備忘錄的前途 這是一個不成文的一個默契了 然後而且我們大家都遵照這樣的默契執行 從這個2011年到一直到肯亞這個案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2011年到現在有幾個 大家有多少案子多少人了 您的理解 人數相當的多 特別是從東南亞地區 每次回來都幾百人 可是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中方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對於 就是說 他一直在講說 我方的罰則過輕 或是人的 或是因為他 可能是因為他的證據沒有提供 因為法務部在那個 2月16號的會議裡面講說 因為證據都不在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法院沒有辦法做審理 你常常就必須放 這個也就是我跟張志軍說的 我們必須要大家坐下來討論這個 如果對我們這邊的一些制度 他們有一些意見的話 我們也許也可以考慮 我們對於這個共同的這個 可這段時間以來 你們都不知道說 他們已經對這東西很有 我們了解 可是他們應該要正式的提出來 讓我們來大家一起商議 一起來協調 怎麼樣處理類似的案件 果然他不正式他直接抓人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抱怨的原因 我們跟他抗議的原因 我總覺得其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會覺得說那個時候 那個東西是有個默契啊 默契也沒有行之為 今天我 我推翻掉那個默契 我不認同這個默契 兩岸之間很多事情 這要靠 包括其他的國家之間都是一樣 兩岸之間也是一樣 都要靠一些默契 這默契是 是 當然是有一點脆弱 是非常不具體 而且非常容易被推翻掉 我相信是 而且被推翻掉 你也很難講說 因為 你也很難講說 對方 又怎麼樣 因為破壞了默契 就是默契了默契 我想我們這個默契 大家兩 雙方都心知肚明的 好 那所以今天就 就印證到了 這個默契的破壞 是如此的簡易 是 對不對 那 那接下來要形成下個默契說 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們去 也是如此的困難 不過也許我們必須在這個 共打的這個協議的架構之下 雙方真的是要好好的把這些問題 這一類性質的這個犯罪的行為 把它好好討論 怎麼解決 對你把就把個案跟通案 跟將來的整個亡羊捕牢的制度 都弄在一起的話 這就是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要跟他這個 要做下來商議的原因 有沒有一個事情已經發生到這樣 大家才驚覺這個事態之嚴重 其實到去年 到2011年那個時候應該有所理解 不是 我想在過去差不多將近 因為即使在2011年那個時候的氛圍 即使在那個時候的氛圍 你都五個月後才菲律賓 可是就是因為 當時大家坐下來談了之後 才達到了這樣一個共識 然後在從2011年一直到肯亞案之前 我們都雙方執行得非常好 包括這兩天在印尼也發生一個案子 我想都會按照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印尼會 你有信心會 你有把握按照這個方式 我看到的資訊是說 我們也是希望按照這個方式處理 那是我方片面的希望 我想 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了 對 因為你看你來講 中國大陸在 你馬上說肯亞我就抓回來了 那印尼我就放了 那標準在哪裡 馬上他們面對這樣的質疑 就是我們必須要跟他 因為很多事情發生了 我們必須要跟他坐下來 大家來商量 而且需要默契 是吧 要有商議然後要達成默契 如果能夠協成書面那是最好 所以其實現在碰到肯亞這個例子 接下來後續 肯亞還有人在那邊等著法院受審 接下來在印尼又有人被拘捕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這個事件 我們都注意到 還不是在往樂觀的方向走 我們會特別的小心 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 當然是希望說能夠早日成行 但是 有沒有一個 比較 可以 你覺得不會傷害到兩岸的默契 又比較可以讓我們知道 比較可能的時間 如果不坐下來談的話 我想是 不可能 我偏偏在這邊說 我想什麼就做得到的 一定要雙方要坐下來 來談 來談判這些事情 對啊 你想去都做不到 不要講說談了 我們會努力爭取 好 謝謝主委 好 接下來黃國灘委員 謝謝主席喔 是不是麻煩先有請 法務部的